这玩意是四排海关来打boss 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带了超人针 想化身四个超人踏平海关boss 快速侵徒 要想拥有超人超强的属性 还得面临巨大的风险 极有5%的概率会死亡 你们可以先占您看一下这根针的属性 我灯光照谁谁就渣啊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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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根针有5%的几率会死亡 我相信我的运气绝对是没有这么差 要是我直接到你那屎 我要扎死我这下波了 我相信我的运气绝对不会这么差的 哇 还有你呢 还有你呢 三百里不打药啊 我没死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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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 开局就损失了一名队友 化身三个超人 说心痛吧 但是舔包的时候又挺开心的 说开心吧 又有丧失队友之痛 简而言之四个字 化身成超人之后还会有中毒的效果 我们得再扎一根解毒的针 解下毒 接下来就是我们三个超人踏平海关之女了 说一点你红掌房比较近 然后这里会刷两个好兄弟 工厂boss大锤和逆妖桥的boss可以了 这时候我在这看一下 这个时候有人想枪了 可能跟boss干上了 于是准备找一下 有人抢我们生意啊 兄弟们 诶 是在里面吗 诶 是在里面吗 是在集合箱还是在 啊 在集合箱那边是 啊 在集合箱那边是 没进来了吗 我没进来 我在这边直装箱这里 我在红的啊 不行 直装箱这边没看到 你们到哪了 进去了 是吧 诶 诶 诶 我死了 你不是到红厂吗 你怎么过来了 你怎么过来了 我说你没进去了吗 你看一下我装备啊 我丢 你也看 还不如 一开始让我直接炸死算了 啊 哼哼哼哼哼哼哼 中文快乐快乐这 很粉接爱 且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